今天呢我们来制作 咖啡套餐 combo是英文combination的缩写 所以说呢 我们平时喝的拿铁咖啡 就是咖啡加牛奶 美式咖啡 咖啡加水 或者是affergato 咖啡加冰激凌 生椰拿铁 咖啡加椰奶 等等等等 只要是把不同的食材和咖啡 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形式呢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 咖啡combo 咖啡combo set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那其实这种概念 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了 就比如你点了杯咖啡的之后呢 不少咖啡店 他会给你配一个小的点心 或者是面包三明治 红茶绿茶 果汁苏打 等等等等这些 那这种combo set的概念呢 一直都有 那么我们最近流行的combo set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在出品的形式上呢 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在出品的这个set里边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制作一个combo set combo set因为要同时兼顾牛奶咖啡 以及黑咖啡 所以说如果要是选择咖啡豆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到它的平衡感 它不能撒酸 太酸 加了牛奶之后呢就很寡淡 你喝起来全是牛奶味 也不能太焦苦 不然呢做成美式黑咖啡 它也不好喝 所以说呢我今天打算用我们muma的这款 偏中度烘焙的这款归下拼配来制作 因为它的酸味以及苦味呢都不是很直接 甜感也比较高 所以说呢它兼顾做美式黑咖啡和拿铁都很不错 因为是一个set的形式 所以说呢每一个杯子的容量会相对小一些 我就找了一个大概100毫升的牛奶咖啡的杯子 以及130毫升的黑咖啡的杯子 这样呢每一杯用一个单份的espresso制作起来的浓度比例就刚刚好 那另外呢我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装气泡水的杯子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喝黑咖啡和牛奶咖啡的接细 就可以喝气泡水来清洁一下口腔 OK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具体的操作 因为用到的是两个单份的espresso 所以说呢我选用的咖啡豆的豆量呢会适当的多一点 我用到20克的这款归下的拼配 即使它是用单份的espresso 那这样的话它的浓度也没有说特别淡 棉模 中浅烘味的咖啡豆 所以说呢体积相对比较小 你看就算是用了20克它在粉碗里边也没有多少 感觉不是特别多 但是如果要是深烘焙的话 用20克在这里面应该是很多的 体积会更大 上次就能够接着 上次就要接到 吧 20克的咖啡粉的话呢 我会退到35克 好 那么接下来 其中的一杯呢 我会制作成牛奶咖啡 另外一杯呢 我直接加水做成美式 既然是这个combo set 那么呢 我就又准备了一个这么一个浓缩杯 那这个浓缩杯呢 我会大概磨个两到三克的一个咖啡粉 放在这个里边可以方便你来闻香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 其实把它一盖盖上呢 就作为这个set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对啊 既然是set一定要有一个气泡水 好 这个combo set就做好了 那其中呢 这杯是牛奶咖啡和一杯黑咖啡 那这边呢 但是一个气泡水是喝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清洁口腔的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喝喝看 这个set呢就分为这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才研磨好的这个咖啡粉 在喝之前呢就可以闻一下这个咖啡粉的一个干香 那么它的这个干香我闻起来就是非常的复杂的很锐齿的这种香气 第二个呢就是这款奶咖牛奶咖啡是100毫升 第三个部分呢是这杯黑咖啡 130毫升 然后第四部分呢是这么一点气泡水 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次的从左到右来品尝一下 我们可以油淡喝到浓 我尝试一下 哇 这个牛奶咖啡真的喝起来特别温柔的这种茶以及花的这种香气的感觉 它喝起来呢这个牛奶和咖啡豆的这种交融感很柔和的 不是很直接的那种或者是很重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只有一百毫升嘛 两口基本上就见底了就没有了 现在回上来的这种咖啡的这种甜甜的以及牛奶的这种甜甜的味道在舌头上面 感觉好舒服 哇 真的蛮特别的 我再喝一下气泡水 好 然后现在呢 基本上就把刚才喝的这个牛奶咖啡的这个味道啊 就冲淡下去了 那现在呢 口腔里边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喝这个黑咖啡再尝试一下 哇 这杯喝起来就是有点那种橘子皮 以及橙子的果肉的这种感觉 就是隐隐约约的有一点点茶感再回上来 喝起来很舒服 它也是有一点酸质的 但是呢 它这种酸质不是非常直接的冲击你的口腔的这种酸 这种酸它是包裹在你的口腔里边的柔和的这种酸甜感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convo set呢 为什么它最近这两年比较流行呢 是我觉得这种形式感还是蛮精致的 同时呢 你可以点这样的一个set来体验到牛奶咖啡 黑咖啡 甚至有的出品的门店呢 会单独的在做一杯特调的咖啡 就是三杯同时呈现在你的面前 当然有的可能会把其中一杯换成espresso 同样也是可以这样灵活的来组合的 当然就是这种combo的形式 它对于我们所用到的原材料 牛奶也好 咖啡豆也好 其实都还是蛮烤灸的 如果要是哪一个用的不是特别好 其实你喝起来的这种口感还是不尽人意的 像这一套的话 我估计在咖啡店里边怎么着也得98块钱一套吧 大家最后你们付一下嘛 好吧